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风向开始变为偏东风了 所以明天白天的温度就会明显的上升 但要特别注意 今天晚上 从桃园以南到台南以北 这一段都会起浓雾 另外 马祖跟基门 也会受到低空的云层影响 也有浓雾的现象 行车方面 早上的航班的部分 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天气形态的说 也可以注意到 随着这个云系 在今天通过台湾上空 云层偏多 但明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明后两天的好天气 随着这个高压系统 进到了东海到黄海位置之后 我们的风向开始要变为偏东风 所以周六周日气温上升 但下个礼拜一 西北地区的高压开始下来 强的冷空气从下周一开始进入 尤其下礼拜一开始要上课了 同学们出门穿多一点 因为早上就是最高温 晚上的温度就是一路下降 到了礼拜二 从早上的又是最高温 晚上就一路降到剩下11度 所以周一周二这两天 长辈朋友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而到了周二周三周四 都会是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整个中部以北温度寒冷 那到了下礼拜五白天 气温才会明显回升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先注意到天气状况 都要转晴了 时间点今天晚上开始转晴 明天白天的话都是好天气 中午的温度舒适 早晚的天气凉 可是雾的状况 西半部地区仍然有 日夜温差中部地区明显 南部地区是中午暖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 早晚的云层量比较多一些 有短暂雨 外岛地区是夜晚冷 有局部雾 还是要提醒大家 天气状况在今晚比较偏凉 草出晚归 骑车要保暖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